好了,这里就是斯里苏潘寺 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 就叫青麦银庙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然后右边 各有一棵菩提树 然后中间这座银制的佛殿 很典型的古兰纳朝代的建筑 非常好看 很可惜女性禁止入内 这地上的图案就像太阳 大海 我要进去看一下 踏浪而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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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到这边来呢 是因为昨天傍晚这个寺庙突然发生了一间 就在这里 看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一座古塔 昨天傍晚倒塌了 看这些都是从这座塔里找到的一些佛像 还有佛牌舍利这些东西 哇 你看这水晶的佛像 哎呦好可惜啊 这座寺庙已经建了500多年了 整个寺庙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 青蔓一直下大雨 对吧 这堆石头里面砖头里面应该是有个罐子 专家在看怎么把它挖掘出来 哇哦 真的是 哇 运气太好了 转过来了 这是特地给大家看的吗 不知道这里面能招出什么东西啊 这罐子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佛像舍利佛牌这些东西 这算是抢救性的发掘吗 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不会把它拿走 然后他们老百姓说能让我来看一看吗摸一摸 触摸这些佛像就代表着一个就是很吉祥的意思 卡奔坎 卡奔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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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头也带不进去 但是哦 他没有他直接是这样带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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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尺寸可以 可以吧 对问他一下价格了 嗯 这是称重量了 现在是多少克 现在是多少克 所以是 87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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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乘以 8560 4560 4560 就是 800 900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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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多少钱 嗯 多少钱 嗯 东哥逛个银庙 对吧 摆了颗银链子 我现在缺块牌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青麦的银庙 嗯 说实话 当 在现场的那种感觉让我还是蛮意外的 呃 首先第一点就是 呃 青麦这边当地老百姓 就是过来看的人其实也不少 但是没有出现那种很吵杂很拥挤的那种感觉 就大家很自觉的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片 嗯 就走了 特别安静 特别有次序 就是像平时进入寺庙里面的很安静的 很有次序 嗯 也没有那什么哇 倒拉一惊一战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呃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 呃就是 现场的工作人员 现场既没有警察 呃 也没有出现那种 就是 在我想象当中 就工作人员出现大声斥责 维持秩序 就是斥责那些围观的群众说 大家走开点 离我们远点 对吧 我们现在要保护现场 我们要保护文物 对吧 没有用这个理由 把周围围观的人给驱散 这个让我还说实话有点意外的 反而是 就有有些举动让我觉得特别暖心 真的特别暖心 就他们呃有工作人员在那边 呃 把文物上面的泥土给去除的时候 原来是 侧着的呃 侧着对着就是围观群众的 但他们为了 反而是为了让那些群众看得更清楚一点 把那个桌子呃 搬到群众面前 对吧 老百姓面前 然后正对着老百姓 这样让老百姓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他们在到底是怎么去工作的 去怎么去保护文物的 对吧 这个让我反而很很意外 呃 更甚至是有工作人员 会把那些挖掘出来的佛像啊 什么这些东西 呃 拿一个 嗯 拖盘 然后 端着拖盘走到那些 大家面前 对吧 就近距离的让大家看一下 哎 我们到底挖掘出来了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想到 呃 因为我原来的想法就是可能我们只能很远的距离看 就 根本就看不见他们在干什么 然后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维持次序会用 我觉得这个理由可能也很正当对吧 我们要保护文物 对吧 但反而 就是 让 反而在现场我们是能很近距离的 看到这些文物看到他们怎么工作的 我我觉得这个举动 真的是很泰国 对吧真的是很泰国 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些文物虽然是已经500多年了给你感觉是很神秘的 但是通过他们这些举动会让你觉得就是历史是属于大家的信仰也是属于大家的 就很近 反而就很接 就真的是很接地气很很近 对吧 对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 这么近距离的去看怎么是这些文物从 从挖掘出来的啊 第一次啊 对 那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点赞小巴 谢谢大家 拜拜